老人家或女生 都很容易會有心療或療癮的問題 今天想教大家一個 有機會可以改善這個問題的運動 就是海隔爾運動 這個運動很簡單 主要分為坐、站、睡這三個步驟 其實主要是訓練到骨盆底肌 做到收縮深層肌肉訓練 每個動作只要做10至15秒 不如我們一起試試做吧 坐的做法 首先坐在椅子上 然後雙腳伸直 腳踩離地,腳踩向上勾 我們保持10秒 站的做法 我們站在椅子後 扶穩後便墊高腳尖 兩邊的膝蓋要有向內夾的感覺 我們保持10秒後 便把腳踩放在地上 至於躺下的做法 我們便平躺躺在地板上 雙腳拱起,呈現90度 然後便把雙腳抹大 但到肩膀的寬度 腳高臀部,到最高的頂點 保持5秒 之後再躺在地上,大概5秒 以上的動作 我們每天做15至20次便可以了 坊間可能會教大家用一個球 或用鋪筍夾在大腿中間 做這些運動 但其實這樣很容易用到 大腿內側的肌肉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還有剛才這些運動 做起上來,每一組都是10至15秒 你坐在椅子上或上辦公室 有空時都可以做 沒有藉口偷懶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